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平安 很開心 今天來到這邊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好 我們先做一個禱告好了 親愛的天父 謝謝你這樣擋愛我們 謝謝你 因為你的恩典 你的祝福 讓我們在每個星期天早上這樣的一個聚會 這樣的一個聚集 才有了意義 謝謝你 請你把你的愛更多的刺下 幫你的話語 幫你的真理 幫你的智慧 都赤下給我們 幫助我們知道怎麼樣 來活出一個關你心意的生命 感謝你 奉耶穌的名禱告 今天呢 我分享的題目叫做 我們在教什麼 在我自己當上了爸爸之後呢 這是一個我常常在問我自己的問題 我到底在教我的小孩什麼 那當然啦 我其實在教會啊 在學校啊 也當老師 當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常常也在思考說 欸 我到底在教什麼東西 給一些像我學習的孩子們呢 感謝上帝 James呢 一天他現在持續的在 健康的長大當中 然後雖然兩週之前 他得腸胃炎 然後也搞得我跟我太太 我們一家三口都得腸胃炎了 但是他持續的回復健康 然後正在健康的成長當中 最近呢 第一天早上醒來的時候呢 他喜歡做一件很可愛的事情 就是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件事情 早上醒來的時候呢 你把它放在我們的床上 他就會非常開心的爬爬爬爬爬爬 爬到我太太裡面 笑著頭上去 然後就整個這樣抱著他的頭 用他的整個身體這樣抱住他的頭 然後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來那邊 這是他喜歡做的事情 非常的可愛 然後美秀也非常的開心 美秀最近常常會說呢 小孩長得好快啊 怎麼才感覺剛出生 怎麼感覺就已經要長大了怎麼辦 他覺得非常的捨不得 那我當然也很多的捨不得 但其實我更期待我的小孩長大之後 還有好多新的事情我要陪他們去體驗 去經歷去完成 像是我家 我們一家 從小長大的時候呢 我們一家是很常 也很喜歡一起出去旅行的 以前放暗假放暑假 我爸就會帶走我們一家 我們有七個人 所以我們就開著我們家的大車 七人座 就這樣去台灣四處去旅遊 現在長大了 我們沒有含暑假了 我們的人口也增加了 所以我們的旅行方式呢 也做出了改變 那感謝神 我們家有機會在今年花一些時間相處 所以我們在 我們在上一個月 我們在二月的時候呢 我們一起去了一趟沖繩 這是我們去沖繩的照片 很開心可以這樣跟家人一起相處 在這趟旅程當中呢 其實基本上我們就是跟著兩位嬰兒的感覺在走 就是我們到了一個地方走著走著走著 如果有其中一個人開始抱怨了 我們就知道說 喔他覺得無聊了 我們應該要去下一個景點了 當然有時候他們開始哭鬧了 我們就知道喔那我們該回去休息了 我個人認為啦 我們身為基督徒 在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把上帝的愛跟我們的家人分享 雖然這趟旅程結束之後 一天 目一 他們大概都不會有任何的記憶 他們也才一歲而已 不會有任何的記憶 但是沒關係 我們拍了很多的照片跟很多的影片 以後可以等他們長大之後呢 來看 我爸爸媽媽他們以前也拍很多的影片跟照片 所以呢 我都可以一直去看我小時候玩耍的模樣 在上一張呢 在教會我也拍了一個James的影片 秀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希望可以播得出來 好 這是他在學習走路的影片 沒有成功 等一下 再一次 可以幫我按上一部嗎 然後呢 幫我用滑鼠點一下中間的那個 看起來像圖照片的東西 看看他會不會播放 滑鼠點一下中間 他會動嗎 失敗了嗎 沒辦法是不是 好 沒有關係 有嗎 你動嗎 好那沒有那沒有 那沒關係不用 好 他最近在練習走路 好 那他在這個 我們教會一樓阿瓦娜的場地 在那邊走來走去 雖然他至少還要等個三年四年 才可以參加阿瓦娜 但沒關係 他可以先在場地上面 先練習走路開始 我們每個星期五都會帶小朋友 在一樓 教會一樓那個地上 貼了四個顏色的這個 比賽場地 上面進行阿瓦娜的兒童營隊 小朋友會來玩遊戲 也會來背聖經 那其實其中有一段聖經 是我們常常給小朋友背的 就是這段聖經 我想要請大家陪我一起來 念一遍 OK嗎 預備 來 這段聖經 很多的小朋友都非常熟悉 我也非常熟悉 我們的小朋友 阿瓦娜的小朋友都非常熟悉 因為這節經文非常短 非常好背 他們都會吵著說 我要先背這一節 然後背完就可以加分 然後拿禮物 小孩子都很可愛 我們當父母的或當老師的 我們其實 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的小孩 步入歧途 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小朋友 可以有一個很光明的一個未來 那假如我們的一生 我們都已經覺得 我們把最好的都已經給了孩子們 給他們各樣的資源 給他們最好的環境 但他們最終呢 不務正業 那麼其實父母 會是非常傷心的 但其實在擔心孩子的事業的時候呢 我覺得我們先來看另外一個數據好了 這個數據其實應該很多的人 已經看過了 就是這個數據 這是什麼呢 上面有很多文字的關係 聽我敘述其實就可以了 這是去年2022年 台灣的教會的一個普查報告 這個普查報告發現 在疫情之後 即便也部分統計了 線上聚會的人數 但是加總之下 全台灣 星期天有在聚會的人 相較於5年前 2017年 下降了32% 但這不是我來講的 我要講的是下一個數據 下面呢 你有看到一個兒童 然後走過去 然後變成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人 好 這是什麼呢 事情是這樣 在2017年的時候呢 全台灣 有在參加兒童主學的兒童 有10萬人 2022年的時候呢 過了5年的時間 升上國中 高中 有在參加青少年的學生 只剩下5萬人 換句話說 這5年之間 我們就失去了一半的兒童 他們小學的時候在教會 但他們升上國高中 他們就不去教會 下降了53% 換句話說 其實我們流失的兒童 其實是 不止一半啦 因為其實 我們在做青少年的事工 我們也會有新的青少年 慶祖授習來到教會 他們是國中才來 高中才來的 也就是說 真正的數據 可能比較接近3分之2 當你在教會看到3個兒童 你就要知道全台灣 3個在兒童主學的小朋友 會有兩個 國小畢業 就不來教會 這就是這5年的數據 一大半以上都留不住 但他們在教會的兒童 造化不只是這樣 我又多去撈了一個數據 這個數據 這是我自己去抓一下 內政筆的資料算出來的 2017年的時候 有10萬兒童 在參加兒童主學 2017年的時候 全台灣的小學生 有118萬人的小學生 5年之後 2022年 有在參加兒童主日學的兒童 也下降 也是折半 剩下5萬人 在參加兒童主學 有的人會說 少子話 但很可惜 完全顛倒 2022年 在念小學的小學生人數圈 台灣有124萬人 反而增加了 很多的人可能疑問說 為什麼 不是應該少子話嗎 不是這樣子 原因是因為 護年跟龍年 就差了6萬 你可以去調查內政筆的資料 2010年出生的護年 2012年出生的龍年 這兩年 就直接降殺出生人口6萬 台灣人就是這樣 這就是台灣人的一個習慣這樣 所以 當我們的人數下降的時候 是真的下降 在2017年的時候 全台灣的兒童有8.4% 有在參加兒童主日學 到了2022年的時候 全台灣的兒童 有在參加主日學 只剩下4%了 而且這個已經 是把部分的 線上聚會的兒童人數都已經加進來了 這狀況之下 這5年下來 百分比下降了52% 台灣的宗教會的兒童 就是流失了這麼多人 換句話說 我們不但流失了一半身上 國高中生的學生 我們連願意參加兒童主日學 有來到教會參加兒童主日學的學生 也流失了一半 所以我想要跟各位一起分享 一起來想想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在教什麼 我們在教什麼 關於信仰我們在家庭裡面 我們在教什麼 關於家庭我們在教會裡面 我們在教什麼 我們再來看一遍剛剛那段的聖經 在真言當中這邊寫到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道往他一部天理 如果說我們有按照聖經的話 在教養我們的兒童 如果說我們使他們走在信仰裡面 使他們成長 並且自己願意現在走在這個當行的道往中 那麼為什麼他們還沒有老 就已經離開了大半人 我們在教什麼 就是我一直在問我自己的問題 我是青少年同导 我是歐東修學老師 我自己當上爸爸 我一直在檢討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的分享當中 我想要帶大家一起來看 我們來看聖經當中 三對父母與孩子的關係 以及從這三對父母跟孩子的關係當中 我們可以學到的三個重點 最後也會從這段聖經當中 我覺得有三個可以提醒到我們的事情 那在那之前 我們來先看看猶太人 我很喜歡研究猶太人 其實在YouTube上面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YouTuber 他們是一對夫妻 他們叫做老高跟小莫 他們有五百多萬人訂閱他們的頻道 他們常常在講一些歷史上的一些奇人意識 那他們常常就會講到一些 跟猶太人相關的一些註實 其中呢 他們就講過 羅斯塞爾特家族 這個是 就我所知 好像是17世紀開始吧 就已經非常有錢 非常有名望 甚至你可以說 他在操縱整個歐洲政治的 一個非常有錢 有影響力的猶太人家族 到現在他們的影響力 也很難去計算 因為有很多的大銀行 是跟他們有關聯的 喔他們是猶太人 當然 大導演 Steven Spielberg Steven Spielberg 也是猶太人 還有當導演 他導了一部非常有名的電影 在講猶太人當時在二戰的時候 遇到的非納粹黨 追殺屠殺的這個故事 叫做新的樂名單 非常有名的電影 旁邊臉書的創辦人 Google的創辦人 都是猶太人 當然不只啦 有名的一些科學家 像是愛因斯坦 也是猶太人 猶太人呢 其實只佔了全世界人口的0.2% 但他們拿下了20%的諾貝爾獎 換句話說 猶太人拿諾貝爾獎的幾率 是一般人的100倍這麼高 哇 猶太人這樣指引的方式 一定是非常的厲害 所以呢 我就問了 AI人工智慧的那個 很有名最基本上紅的那個 我就問他說 幫我整理出一個清單 告訴我 為什麼猶太人這麼厲害 他就整理出來 有幾個原因 是他列出來的 第一個他說 猶太人非常重視教育 這在他們的文化裡面的地方 第二個 猶太人非常重視他們的信仰 第三個 猶太人呢 非常重視他們自己 猶太人社區 社區當中的彼此照顧 幫助弱勢 幫助那些 可能因為經濟狀況 可能因為疾病 就 遇到問題的家庭 幫他們扶起來 所以整個猶太人社區 是非常的彼此幫助 這樣團結的 第四個 猶太人非常重視 長期投資的女才觀念 非常長期的長期 好幾個世代的長期 這樣的投資觀念 那第五個 是他們非常重視 或者回饋自己的社區 這分析還蠻不錯的 猶太人在教養子女的過程裡面 他們絕對是非常非常透徹的 在研究聖經 尤其是摩西寫著摩西語經 所有的猶太人都一定非常熟悉 創世紀裡面 亞伯拉罕、底薩兩個 爺爺、爸爸、兒子的故事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 這三個故事好了 其實簡單複習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非常熟悉 我們用一個 世代傳承的一個角度來看看 這三個故事給我們 什麼樣的一個提醒 我們先來看 第一對故事 亞伯拉罕跟底薩 這張照片呢 是我用AI畫出來的 我正在做這個實驗 所以當參考就好了 他不是很精準 我就跟那個AI說 幫我畫一個很老的老先生 跟一個年紀很小的男孩 在講話 在教他東西的一張照片 他就畫出這個了 那當然這是比較成功的版本 有一些比較失敗的版本 我就丟掉了 所以我還在努力 以後可能才會比較像 好 第一對故事代表 亞伯拉罕,讚 亞伯拉罕跟上帝的關係很好 他年老沒有小孩 但上帝就是應許他 以後的子孫會非常的多 所以在亞伯拉罕一百歲的時候呢 他的太太給他生了 以薩這個兒子 年老得子 對以薩 對亞伯拉罕來說 一定是非常珍貴的這個兒子 我相信亞伯拉罕在看他自己的兒子 以薩的性命 看他自己的性命都還要重吧 但是也是在這個時候 上帝做了很特別的事情 我覺得這些特別的事情 就是亞伯拉罕在教養薩爾的過程 我們來看第一個事情 第一個事情就是獻祭事件 上帝決定要測驗亞伯拉罕 看看亞伯拉罕有沒有因為得了兒子 就把自己的兒子變成了自己宇宙的重心 代替了上帝的位置 所以上帝就給他一個挑戰 上帝就說 亞伯拉罕 你把薩獻祭 變成人類人肉人體紀錄獻給我吧 殺掉犧牲他 結果亞伯拉罕竟然答應了 我真的答應了 我常常在問我自己說 如果今天上帝跟我要件子的話 我會答應嗎 根據一些聖經學者他們說 在獻祭事件的時候 其實以撒至少已經是青少年 甚至也有學者說 以撒可能已經三十幾歲了 但是聖經沒有記錄 在這個事件當中 以撒看著爸爸把他綁起來 然後刀子拔出來 聖經沒有記錄以撒在這個過程當中 跟爸爸起爭執 起口角反抗或逃跑 他居然乖乖的信任爸爸 信任上帝等著被獻祭 當然最後上帝阻止了亞伯拉罕 也預備了一隻山羊 來代替以撒被獻為紀錄 但這個故事被傳承下來 就代表以撒把這個故事 傳給他的子子孫孫 告訴他們說你要記得這個故事 你要記得這個故事 這個事件我認為讓以撒學習到 爸爸對於上帝的信心 以撒一定很清楚爸爸為何的愛他 在這個事件之後 我認為以撒對爸爸的信任 以及對上帝的信任 肯定都再度增加了 第二個是找老婆事件 亞伯拉罕被上帝呼召 要離開自己的家鄉 因為自己的家鄉 以及他們居住的附近 其實他搬到哪裡 大家都在辦不下 所以亞伯拉罕很認真地想要替以撒 找一個合適的欺負 以防萬一他的子孫就這樣離開了上帝 那亞伯拉罕派了他忠心的仆人回家鄉去 看看有沒有好對象 甚至跟這個仆人說 如果你找到一個很棒的女生 但這個女生不願意離開家鄉 來這邊嫁給以撒的話 你也不准把以撒帶回去 亞伯拉罕奪奪得重視 這個婚姻奪得重視 以撒要怎麼樣去傳承 他們的家族傳承他們的信仰 那當然最後 然後老仆人依靠上帝 找到了利百家 利百家也願意嫁過 聖經當中 紀錄以撒只娶了利百家這個妻子 沒有娶其他的妻妻 在這個事件當中 我覺得亞伯拉罕他教導以撒 關於家庭的重要性 聖經紀錄這個時候 以撒已經四十歲了 所以要教導自己的小孩 什麼時候都不嫌晚 四十歲的以撒還在被他爸爸教導 父母有正面的影響 也會有負面的影響 聖經當中紀錄亞伯拉罕兩次 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假裝自己的太太不是自己的太太 有趣的是聖經當中的紀錄 以撒做了一樣的事情 所以這種事情會傳承的 即便是信心很大的人 也要軟弱的時候 軟弱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就會忘記上帝對我們的眷顧 選擇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去評一些事 說個謊就好了 我的性命受到威脅了 好 那我就怎麼樣回應 能夠保住性命就好 那也很好笑 不管是亞伯拉罕還是尹薩 他們說這個謊 最後還是被人家發現了 然後反而得到更多的祝福 不然這個說謊的事件呢 會持續在這個家族當中發生 我們繼續看下去 第二隊的家長與女關係 是利百家跟亞伯的圖片 一樣是AI做出來的 所以就參考 大概參考 聖經中紀錄以撒跟利百家結婚之後呢 沒有很順利耶 沒有很順利的參加小孩 甚至有二十年的時間生不出小孩耶 那聖經當中 沒有紀錄說以撒跟爸爸一樣 就娶了其他其妻的另外生小孩 滿有意思的 那以撒從爸爸身上 亞伯拉罕身上學到了信心 他替利百家禱告 利百家懷下雙胞胎 在懷孕的時候呢 雙胞胎在利百家肚子裡面打架 利百家就求婚上帝 上帝就說 兩國在你的腹內 兩族要從你身上出來 正如搶於那族 大的要不是小的 好 接下來就開始發生一些 關鍵的事件 我們繼續看看這些東西 在他們的家族團成當中 會有什麼影響 第一個事件叫做偏心事件 聖經當中紀錄 以撒天愛哥哥 哥哥叫做以撒 利百家平愛弟弟 弟弟叫做雅各 也可能是因為偏心的關係 以撒竟然允許哥哥以撒 娶了兩個家男女子 當自己的妻子 他的爸爸當年 那麼精挑氣選 那麼的 等了那麼久 他都四十歲了才找我 給他 結果換他的平愛的大兒子 就任命他去娶了兩個家男弟女子 為妻子 雖然以撒 對以撒這樣子的交代 這樣子的交 被爸爸交 但是換他自己的寶貝大兒子的時候 他就這樣放任 他偏心事件不只在哥哥的身上出現 在雅各的家族裡面也會出現 到時候就會看到 下一個是大的不是小的 密百家記得上帝的話 大的要不是小的 密百家 我認為 他一定從小在教育弟弟雅各的時候 就跟他說 你不要看你自己是弟弟 上帝應許你 將來要成為一個達的族 將來要有很多的祝福 臨到你的人生 而雅各 我相信他也一定很認真的 聽了媽媽的話 相信說 對耶 我是弟弟 爸要偏愛德哥 但是上帝說好 會有很多的祝福 臨到我的人生當中 他就非常重視這個長子的位分 他非常想要繼承 從他爸爸 從他的爺爺 亞伯拉罕來的這些祝福 相反的 把這個哥哥伊嫂 明明得到爸爸的宠愛 繼承家也沒有問題 但他卻輕看這回事 很可惜 所以我們要記得 神看重的不是真的是 誰先出生誰後出生 而是你怎麼去回應上帝 但是雅各也不完美 因為就出現了欺騙的事件 欺騙又在這個家族當中 都繼續在流傳 亞伯拉罕以薩各有欺騙的問題 雅各也開始做這件事情 媽媽利百家與弟弟雅各聯手來欺騙年老的爸爸 把長子的祝福騙走了 那這個欺騙會到一圈 馬上就臨到雅各的身上 我個人認為 即便今天利百家跟雅各 不用欺騙的方式 去把以薩的祝福騙來 我相信上帝還是有方法 讓祝福臨到雅各的神明當中 但他們卻選擇這樣的方法 所以雅各的一生奔波勞苦 非常的辛苦 就是從這邊開始的 這個欺騙事件 就使得這個家庭就直接破碎了 哥哥發現了非常火大 放花也把弟弟殺掉 媽媽非常的心痛 就叫弟弟趕快逃完 我們繼續看 第三對 雅各跟約瑟 雅各最後因為欺騙的問題 逃到舅舅家裡面舉住 在那邊呢 上帝非常的祝福他 上帝跟長哥立約 在舅舅家呢 患雅各被欺騙了 但是 上帝持續要注意他 最終雅各在舅舅的家 也來不下去 上帝呼召雅各要回他爸爸那邊去 但回爸爸家 相較 就意味著要回去見到 哥哥 哥哥非常的火大 所以雅各非常的害怕 躲在他整個車隊的最後面 但上帝一樣阻止他 好 這件事情之後呢 他跟哥哥和好了 但危機沒有解決 後來雅各的兒子們呢 他們做了一個壞事 惹牌殺生之禍 但是雅各在這個時候 已經 違改 認罪 被上帝更新了 上帝還給了他一個新的名字 叫做以色列 所以呢 雅各就帶著他整個家族 上到他跟上帝立約的 在葡萄里 去跟上帝立約 把他們所有的偶像都拋棄 唯一敬拜 真神 耶德華 那即便是這樣子喔 我們來繼續看看他的家族當中 會出現什麼問題 第一個問題 又是偏心的問題 又來了 雅各呢 總共跟四個老婆生了十二位兒子 雅各特別偏愛其中一個老婆 所以他也特別偏愛這個老婆所生的 兩個小孩 這兩個小孩就是十一號 約瑟跟十二號 便養女 我的名字就是便養女 Benjamin Fundback 我爸爸的名字是Jacob Fundback 約瑟很奇妙 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繼承到 不知道是約瑟沒有繼承到他們家族裡面 契念的習慣還是怎麼樣 十一號約瑟 他常常非常誠實的 去跟爸爸告狀 告哥哥的狀 做二我看哥哥他們做了一些壞事 當然有可能 他是仗著爸爸偏心 寵愛他 所以他做了這件事情 無論如何 爸爸雅各花了一大筆的錢 偏心送給十一號約瑟 這樣子誇張的偏心的行為 使得約瑟的哥哥們 越來越討厭他 好接下來也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並不是一件壞事 在他們的家族當中流傳 叫做做夢的時間 亞伯拉肯 伊撒 雅各 這個家族裡面 他們都 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他們常常可以跟上帝對話 然後上帝常常透過夢 來向他們說話 這件事情 約瑟從他的真祖父 祖父跟爸爸身上 繼承了 所以有一天約瑟 十一號約瑟 夢到了哥哥們採集了稻 向自己採集了稻 下拜 又夢到了星星月亮 向自己下拜 他又很誠實的 去跟爸爸哥哥說 那當然聽完之後呢 哥哥們又更生氣了 說你這什麼夢啊 你的意思是說上帝預言 將來我們要向你下拜嗎 哥哥們就更不爽 爸爸當然非常的傻眼 但是爸爸也知道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上帝 出自於上帝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的話存在心裡 第三個約瑟的繼承道本 叫做信仰上面的認真 你去看聖經的時候 你會發現約瑟看著 他那時候還年紀還小 但他看著他的爸爸 從一路的奔波 跟上帝立約 瘸腿 趕緊叫以色列 帶他們一家人上山 去拋棄所有的路上 這個過程全部都是 約瑟的小時候看見的事情 因此呢 我覺得約瑟抓住這個信仰 抓住對神的信心 因此當約瑟無辜的被哥哥們陷害 人口販賣到埃及去 當約瑟在埃及 非常誠實認真的去做事情 不是他的老闆 結果被老闆娘陷害 下到監獄的時候 他繼續選擇要誠實 我們看到約瑟積積極認真的這個品格 當他在當仆人的時候 他就當上仆人當中的總管 他在監獄的時候 就當上監獄的囚犯當中的總管 我們還看見約瑟 他在監獄的勞恕的品格 約瑟一定很清楚 他的爸爸雅各 當年欺騙以撒 騙走長子民笨的事情 他們最後和好了 所以當約瑟自己的哥哥回來找他的時候 在埃及遇見他們的時候 約瑟也選擇 饒恕他的哥哥們 與他們和好 最重要的是我們看見約瑟 他是忠心依靠神的 再多的好品格 都沒有辦法比得過一個信仰的堅定 一個依靠上帝這樣的心 就是因為約瑟他如此的堅定依靠上帝 所以當法老王 請他出來 命令他出來 替他解夢的時候 約瑟非常勇敢的 又繼續很誠實的直言說 法老王 我沒有辦法聽解夢 但我的神也聽解夢 法老王底下所有的那些法師道士 沒有人敢去解夢 這個約瑟就跑出來替法老王把夢解完 也是因此他整個的家族才得救 他回過頭來把他整個家族 在整個饥荒的過程當中拯救過來 甚至也讓人壯大起來 我認為這個不是約瑟一個人的功勞 而是約瑟在他家族裡面 從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到第四代約瑟 這樣一個祝福的從事 我們在座的人當上阿祖的應該不多 但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想一下 你會希望你將來的第三代 第四代的子孫 你看不到的那一代的子孫 從你的身上記成什麼呢 以下是三個 我從剛剛的這三個聖經的親子關係 我學到的事跟你們分享一下 第一個是界線要清楚 偏心寵愛沒有好處 我們看到以撒偏愛哥哥以撒 雅各偏愛約瑟 都沒有帶來好處 甚至直接帶來家庭的破碎 當然不只是偏心 有時候就是 我們家也只有一個小孩 沒有少偏的 只有他一個而已 寵愛、溺愛也同樣會帶來這樣的問題 偏心不一定寵愛 偏心不一定偏心 但是界線要清楚 我的這個世代呢 被長輩們稱為草莓族 因為有很多的人 聽說 沒有很多啦 有一些人聽說 去上班第一天 結果做事情做完之後呢 結果被主管罵了 他就說 我有認識這樣的同學 我們就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我們被稱為草莓族 那我個人認為啦 或許就是因為我們這個世代 實在是被寵壞了 所以呢 我們是一個被寵壞的世代 所以提醒大家 也是我提醒我自己 界線要清楚 在約瑟的故事裡面 我們知道爸爸偏心對待他 但是約瑟出社會的時候呢 他看不出來有被爸爸寵壞的現象 他如果被寵壞的話呢 我不覺得他會在波提法的家 當上仆人總管 我不相信他在監獄 跟一群被關在監獄裡面的人 還可以混得很好 然後當上總管 通常 那位寵壞的人 是很難得到老闆的贈賞 所以這是我第一個 我覺得我得到的提醒 第二個 是 祝福能繼承 咒詛能終止 在約瑟的身上 我們看見 謊言欺騙的這個咒詛 就被終止了耶 從他的爸爸 從他的爸爸 祖父 曾祖父 都有這個欺騙 甚至他的爸爸是欺騙出了名 但到了他的身上 他居然是誠實出了名 他寧可冒著生命危險 也要誠實的拒絕他的老闆娘 對他的這個誘惑 他明明知道他得罪老闆娘 他絕對沒有好下場 甚至他應該知道他老闆娘 只要告他 他的老闆大概會把他的命都取走 但感謝神 他沒有 他的老闆也真的是半信半疑 覺得說 其實我得相信約瑟 好吧 先把關起來這樣 無論如何 祝福能繼承 祝福能終止 雅伯拉罕家族 也繼承了財務上面的祝福 你們看他們一代一代一代 越來越有錢 有一個他們不但沒有付過三代 他們的第四代 就是約瑟 反而才真的是發大財了 當上了整個埃及的大宰相 所以他的家族遷移過來的時候 法老闆直接給他們最肥沃的一塊地 哇 這個是真的是發大財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實是 以色列家族繼承了信仰的產業 信仰的產業 而我們剛剛看到這些許許多的猶太人 他們就是從這個家族出來 第三個 不要過度保護 我們看到越是辛苦 像是雅各 像是約瑟 他們奔波他們很辛苦 但是他們的人生反而最奇妙 他們反而最有信心去依靠上帝 雅各跟約瑟都曾經落得身無分文 真的是連一毛錢都沒有的狀態 雅各在逃避哥哥的追殺的時候 他只能找一顆石頭來當枕頭睡覺 他應該身上幾乎沒有帶什麼東西的 他什麼都沒有 那當然約瑟被賣到埃及去到奴隸的時候 奴隸本來就是沒有任何的財產 但他們堅定依靠神 但他們沒有失去過他們的信仰 沒有失去過上帝 也因著他們沒有失去過這個信仰 沒有失去過上帝 所以回過頭來 他們的負責的財富 要重新得激起來 甚至子子孫孫就可以這樣子存整下去 我們再來看一次今天的聖經經 教養孩童是他們走當行的道 教聖道老他也不偏移 在這一節的經文當中 其實我就覺得有三個我被提醒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教養孩童 教養孩童不能外包 在聖經當中不會發現 從頭到尾都沒有出現 兒童主治學老師這個角色 沒有出現青少年輔導這個角色 教養孩童是父母在教在養 當然老師也很重要 老師有老師該發揮功能的時候 但是我們去觀察猶太人的話 我們會發現他們安息日 他們聚會的時候 很多的時候就是家庭一起度過 以家庭為單位 一起讀上帝的話 爸爸媽媽親自在家裡 教小孩 而且教小孩不只是讀聖經 教他們知識而已 我們在聖經當中 剛剛看到的一個故事 我們會發現 其實父母帶人處事的方式 父母自己依靠性能的方式 才是真正影響到孩子最多的一部分 是父母自己怎麼樣去把性能落實在自己的人生當中 才是最關鍵的 教養孩童 下一個使他走當行的道 根據一些聖經學者的普通講法 他們說這段使他走當行的道 換句話說可以是 根據合適孩童的方式 使他走他當行的道 每一個小孩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段聖經也提醒父母 要注意因財施教 同樣的聖經規則 不同的孩子 會有不同的學習過程 會有不同學習的方法 那最後呢 他們也都需要去回應自己 人生當中 上帝給他們獨特的胡招 所以教養孩童 最終是要讓孩子明白 這是他們自己要走的一段路程 有一些家長可能會認為說 我寧可跟我的小孩 關係破裂 我也一定要想辦法 把他送進台大醫科 我好像以前 在念高中的時候 有聽古其班老師 講過這樣的故事 他就是建宗的 在念高中的時候 他就說 他們班有個同學 壓力超大的 最後重考三年 就是一定要考進台大醫科 因為他爸爸說 你一定要考進台大醫科 因為他們全家屬 都是台大醫科 他的爸爸是台大醫科 他的叔叔排大醫科 他的兩個哥哥排大醫科 然後他呢 只考上陽明 所以考了三次 呵呵 有些家長說 我寧可跟我的小孩 關係破裂 我也一定要把他 送進一個好的學校 送進一個好的職業 送進一個 不值富裕的一個生活 好啦 或許是做不到 但如果你覺得 你可以 寧可跟自己的小孩 關係破裂 一定要把他強迫 送進天堂 我敢保證 這絕對做不到 你絕對沒有辦法 用任何的方式 把你的小孩 保送到天堂裡面去 這個信仰的過程 是每一個孩子 自己跟上帝的關係 而如果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跟自己的小孩 關係破裂了 那我覺得 這個不會是一個加分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想法 信仰的道路最終是 就是小孩自己要去走的 最終孩子要自己 跟上帝覆責 我們其實也知道 有好多的 從小在教會長大的一些 孩童 甚至是 牧師家庭長大的孩童 最終禮器的信仰 前面我們也提到 台灣的教會 不斷地在流失 二代基督徒 也可能是三代 但我講二代基督徒的意思是說 爸爸媽媽是基督徒 自己從小來的方式去長大 台灣教會不斷地在流失 這樣子的基督徒 我覺得是時候 我們可以去檢討 是不是有別的方法 可以好好的教養 我們的孩童 是不是有什麼進步的空間 是不是有什麼 該調整的地方 第三個 就是到老 他也不便宜 這部分我覺得 提醒了我們眼光 要放遠一點 猶太人出了名 能夠把財富 不斷地流傳給子 子孫 但更厲害的是 猶太人把他們的信仰 不斷地流傳給子孫 所以在二次大戰過後 聯合國把以色列這個國家 復活之前 猶太人的國家以色列 已經亡國了兩千多年了 耶穌那個時代 猶太人就是沒有國家了 而過了兩千年 一直到了一九 五多年嗎 還是六多年的時候 以色列這個國家復活 他們沒有國家耶 但他們的信仰 居然完整地傳承了下來 他們沒有失去這個信仰 他們把信仰 不斷地傳承了 華人呢 卻是有 富不過三代 這樣子的講法 那根據今天的報告 我們看待 我們看到華人也有 屬林產業 富不過三代 這非常嚴重的問題 眼光短 會讓我們焦點 總是看在我們眼前所能看到的 我們會看到我們孩子的課業 我們會看到我們孩子的就業 我們會看到我們孩子的婚姻或教會的出席率 身為家長 其實常常會想要把小孩子的狀況 顧好 顧滿 但可能會忘記說 當我們成為執政機父母的時候 當我們緊迫聽人的時候 這樣長久下來 眼光短長一點的話 到底對小孩是好的還是不好 尤其是當小孩大了 自己到大學去 自己出了社會 我們教養的方式 是不是成了幫到忙 這段聖經說 當我們教養的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道老他也不偏移 根據聖經學者的解禁 他們說 其實沒有保證喔 沒有保證說 你只要交對了小孩 就保送殿堂 沒有這種事情 也沒有保證說 小孩子從小到大 就會這麼泛生農 但是聖靈會引導孩子 即便是成年的孩子 回到當行的道 對我而言 這是一段非常鼓勵的話 這樣兩個孩童 養育子女 真的不容易 我也才剛開始 我什麼都不懂 最沒有資格站在台上 講這段話的人 其實是我 我最慘 但是感謝神 在神沒有能成的事 我覺得我們可以一起 好好地來回應上帝 在聖經當中給我們教導 今天的分享 希望有鼓勵到大家 教導的孩童 就是這樣子重要 有時候 我覺得我們需要停下來 好好地去反省 好好地去想一下 我們是不是應該把我們生活 當一種的一些優先次序 做一些更換 做一些改變 使得我們才真的有按照聖經的原則 在教養孩子 使我們才真的有使用自己的為人 自己帶人處事 去成為孩子最好的一個方法 這樣 我們來做一個擋道 天啊天父 謝謝你 讓我們可以一同來思想 你的話 謝謝你 因為你提醒我們 我們應該把 那些在你心上 看為最重要的事 也成為我們心上 看為最重要的事 主啊求你帶領我們 幫助我們 讓我們有智慧 讓我們有從你來的愛 讓我們有聖靈的大能 來回應你的心意 感謝你 奉耶穌的名祷告 好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很開心 可以來跟大家做一點點的分享 好 OK 就是 我們呢 現在 這是我們第二堂 我們第二堂呢 最近在一起看聖經當中的 許許多多關鍵重要的人物 我們想要透過這些人呢 他們自己 這生命的故事 我們想要來看看 欸這個跟我們 這生命故事有什麼樣的關鍵 我們這個系列叫做 人生命定系列 聖經英雄一天 好 所以呢 都是一些蠻有名的一些人物 我們之前已經看過了 亞伯拉罕 之前已經看過了 雅各 今天呢 要看的 這個人的名字 叫做 約瑟 約瑟呢 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 聖經人物 如果你對他不是很了解 也沒關係 他就是中間那個 就是好像被一群的人 在 不知道是在熱情的打招呼 還是在欺負他的 那個招跟那個人 約瑟 好 我們呢 因為我帶兒童主學 我就買了一本書 這本書呢 就是介紹聖經當中的一百二十幾個人物 他還替每一個聖經人物 分析了一個 戰力值的一個表格 這五個面相 我想上次廠軍的時候他也用不到 知靈度啊 智力啊 領導力啊 慈愛啊 前程性啊 什麼的 好 沒關係 這不是很重要的 就在那邊當一個參考 下面呢 這個 這個S-H-A-P-E Shape 也是我自己替約瑟做的一個簡單的分析 讓我一個一個來跟大家做簡單的介紹 好 S第一個 是屬於的N次 也就是上帝給他的特殊能力 我就是想像著上帝給你的特殊能力 是你很特別 你特別厲害 或者甚至你獨特擁有的 別人都沒有的 對約瑟而言呢 我覺得 他獨特的屬於N次 就是他有非常大的信心 他非常的信任上帝 第二個呢 就是他有很厲害的解夢的能力 在聖經當中 沒有多少的人是這麼厲害 是這種解夢的人 但是約瑟絕對是其中一個人 非常關鍵的解夢 把他的整個人生都翻轉過了 就是因為他做了這些事情 第二個 H-Heart 一個人的心 或一個人的熱忱 或者一個人在心上他覺得很重視的一件事情 我寫的是上帝的安排 或神的旨意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約瑟對於上帝的安排 是非常有熱忱的 雖然他的整個人生故事 一直被別人陷害 那我後面讀聖經你會看到 他說這個是神的安排 他相信結局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這個是他的熱情的所向 所以即便一直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 但這個熱情不滅 好 再來第三個 A ability 他的能力 他身為一個人 他的學習 他的專長 有哪些厲害的呢 我寫下了管理學跟經濟學 為什麼 因為他多次的當上了管家 當上了CEO的位置 甚至在生命當中我們看見 他成為了全埃及的CEO 全埃及的長相 就在法老文的底下 他去管理整個國家的政策跟經濟 他去管 哇 所以我覺得他的A ability 他很有能力很有才能的 可能就是管理學經濟學 第四個 P personality 他的個性 他是個什麼樣個性的人呢 好 根據聖經 我覺得 我寫下了誠實直白 跟內心劇場 為什麼 因為 約瑟是一個非常誠實直白的人 甚至他常常惹到別人 都是因為他實在是太誠實 太直白了 別人都比較懂得圓滑一點 他就沒有 他就是這樣子說出來 然後就冒犯到別人 好 再來的話是內心劇場 為什麼說他內心劇場呢 因為他最後跟他的哥哥們團圓的時候呢 他竟然 一連串 自導自演了一整出席 結果他想要特定他的哥哥們 沒想到最後他身為自練自導的導演 他演不下去了 他自己就淚瘋了 就跟哥哥們相認 所以他是一個我覺得 他的個性一定是個內心劇場很多的人 所以就把一些各式各樣的戲劇 在他自己的人生當中還演出 最後一個 E experience 他的人生經歷 他的人生經驗 有哪些比較特別的呢 第一個就是不斷的被陷害 對 他就是不斷的被陷害 因為一直都 他明明沒有做什麼壞事 他明明沒有特別做什麼很特別的事情 但就會被給人陷害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他一直不斷的成為高階主管 到什麼地方就當上老大 這個就是他的人生經驗 約瑟的人生其實充滿了很多的波折 他是一個非常認真誠實的人 卻因為他的這個誠實負責任 對別人陷害等等 但是約瑟沒有成為一名受害者 今天我分享的標題叫做 拒絕成為受害者 我怎麼覺得好像我之前有分享過 歷史這樣的題目 不管拒絕成為受害者是今天的題目 我也覺得這個是約瑟的人生命令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約瑟到底是怎麼樣 拒絕成為受害者 其實每一個人的人生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波折 你有你的波折我有我的波折 有的人波折比較大 有的人波折比較小 很多人認為你現在的人生卡住 就是因為遇上了某一個波折 就卡在這邊 但是我們去看約瑟的故事我們會發現 約瑟認為他的人生反而是因為這些波折 所以才發達了起來 所以約瑟他拒絕成為受害者 我們當中應該沒有多少人的波折跟約瑟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可以來想一想 如果約瑟遇到這麼多慘的事情 都沒有阻止他去活出他的人生目標 都沒有阻止他去回應上帝給他的命定 那我們是不是有什麼值得可以學習的地方 才能夠幫助我們也拒絕成為受害者 繼續朝我們人生目標方向前進呢 我們來看看上帝給約瑟的人生目標人生命定 這張圖是我用AI畫出來的 這一周在準備講到的時候 我就研究各式各樣不同的AI的名牌軟體等等 最後我選了一個Stable Diffusion 不管它就是一個軟體 然後我就嘗試去讓他畫出我要的東西 那有時候畫得比較成功 有的時候畫得比較失敗 你們等下就看到了 所以約瑟的命定 在這張圖片當中 你看到一個男生走在盜碎之間 天上有星星 好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東西 約瑟的真祖父 祖父跟他的辦法 也就是亞伯拉尼撒的一個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 他們都跟上帝很熟 所以我們讀聖經會發現 有很多的聖經故事 不斷的提到 上帝怎麼樣跟他們這個家族當中的人說話 那甚至約瑟自己的爸爸 兩個人 之前就在夢當中 領受了上帝要告訴他們事情 所以他們對這都很熟悉的 約瑟自己從小也一定很熟悉 說上帝會透過夢來向他們說話 有一天換約瑟自己做夢了 他夢到之後呢 他就跑去跟別人講 只不過約瑟的夢跟別人不太一樣 別人的夢就是單純上帝跟你說一些事情 比如說上帝答應亞伯拉罕說 你將來的子生會很多 怎麼樣怎麼樣等等 或者他跟雅各說 你要回到你的爸爸的家去 但約瑟的夢不知道為什麼 上帝跟他講完之後 他跑去跟別人講 結果他就惹大家生氣 照理發生什麼事情 是這樣 約瑟夢到 他跟他的哥哥們 在捆那個 河捆 就是那個稻稅 一捆一捆 結果他哥哥們捆好 跑來跟他捆好的那一捆 下班 再來呢 他夢到 天上的星星月亮 向他來下班 而且那個數字 完全就是對應到他的家族的人數 所以他就很開心 跑去跟家人講 他說 我夢到這些東西耶 但當他在說我夢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相 就是等於是在跟他的哥哥們 甚至跟他爸爸說 我夢到 上帝跟我說 你們全部都向我下班 哇 你們覺得你們是哥哥 聽到弟弟突然話 才跟你講說 我夢到什麼 你們都想我下班 這是上帝給我的夢 我會有多少的人 很開心 沒錯 所以他就惹到了哥哥 惹到了爸爸 爸爸完全傻眼 但是因為爸爸 畢竟有做這些夢 知道上帝會說話的經驗 所以爸爸其實沒有忘記這些事情 說真的 有時候上帝給我們人生目標 人生的命定 是我們身邊的人 都會蠻傻眼的 甚至被冒犯的 甚至當你說出來的時候 你會得到很多的負面回饋 當然有時候 真的是我們自己搞錯了 有時候我們領受上帝 也會領受 有時候會出現問題 因為我們畢竟不是完美的 我們還是要聽聽身邊 那些家人跟朋友 那些愛我們的一些建議 但是無論如何 時間會證明一切 所以我們今天會看到 時間如何證明了一切 上帝如何帶領約瑟進入他的命定 以及約瑟如何拒絕成為受害者 一個人要成為受害者之前 講說一個人要拒絕成為受害者之前 必須要先發生一些事情 那就是受害 所以我們看約瑟到底受了什麼害 他總共受了三次害 等下就會出現一張 AI畫得不是很完美的一張照片 首先約瑟被他的哥哥們陷害 哇這個哥哥們怎麼看起來 還有四星蛋的手錶 然後穿著這個襯衫 是什麼一回事 我那時候在畫 我就跟AI講說 幫我畫一群有鬍子的生氣的男子 站在稻田裡面 然後就畫了好幾張 他有幾張臉部變形 有幾張人看起來太老了 什麼等等的 所以我最後就說 好 時間好 跳這張 這張看起來很兇 但是就是感覺年代出了問題 我們的服裝不正確 約瑟第一次是被哥哥們陷害 他十七歲的時候 因為爸爸非常的偏心 很愛他 買了非常昂貴的衣服送他 結果有一天 約瑟的爸爸 害他去找他的哥哥們 在旅途上 終於找到哥哥們的時候 應該長途發色了幾天 終於找到哥哥們的時候 哥哥們就很生氣不爽的 把他身上那件昂貴的衣服搶走 搶走之後呢 他們還開始以此商議說 我們要怎麼樣把約瑟殺掉 甚至還有哥哥說 哼 把他殺掉 看看上帝給他的縫怎麼實現 喔 約瑟的人生命令 當他的哥哥們聽到的時候 他們是這樣回應的 最後呢 哥哥們沒有把他殺掉 他們把他人口販賣 把他的衣服那件很漂亮很昂貴的衣服 撕水沾上羊的血 拿回家騙爸爸說 約瑟被蛟狼吃掉 那約瑟呢 他就這樣 從一個有錢人家的小老闆的身份 在儀器之間 在一夜之間呢 就變成了人口販賣 到由種族歧視的埃及那邊去 成為了奴隸 這是約瑟人生當中第一次受害 這張呢 我覺得AI就做的還蠻不錯的 好這張 約瑟到了埃及去之後呢 他被他的老闆娘陷害 我被老闆娘陷害 他被人口販賣到埃及 被法老底下的一個官員蠻像 這個官員家裡面 就是有很多的仆人嘛 那約瑟年輕 帥氣做事 負責任又認真又聰明 就被他的老闆娘給看上去 他老闆娘就跑來誘管他 依照我的分心 先講這個沒有瞬間根據 這個單純只是我的猜測 我認為約瑟這位老闆娘呢 他可能喜歡的這種小鮮肉 也可能不只約瑟一個人啦 他畢竟當個老闆娘那麼久了 畢竟家裡那麼多的仆人來來去去的 這個老闆娘呢 身為一名貴婦 他可能患過好幾個這種小王 所以呢 當約瑟被老闆娘這樣子 引幼的時候呢 其實假如約瑟就順著老闆娘的意思 就反正大家都這樣 反正不會怎麼樣啦 反正我這樣說不定他有好處可以拿啦 他就順著他老闆娘的意思 這個話他其實人生會過得更好 但他竟然拒絕統流合物 他拒絕他的老闆娘 他老闆娘當然不爽 所以就陷看約瑟 下到監獄裡面去 誠實正直的約瑟 因為做了對的事 反而落入了監獄的下場 他做對的事喔 然後他變得更慘喔 他聽上帝的話喔 結果他更慘喔 所以呢 約瑟就從一位在有種族歧視的環境底下 的奴隸的身份 一夜之間變成有種族歧視的奴隸的身份 外加囚犯的身份 被丟到監獄裡面去 你會看到約瑟越是聽上帝的話 越是做對的事 越是按照聖經的原則去生活 他的人生是不斷的越來越慘 越來越慘 甚至落得連狗都不如了 真的 在那個年代 你在有種族歧視的地方 你是奴隸 又被當成囚犯 又在監獄裡面 你真的是連狗都不如 你老闆家的狗吃的都給你拿花 好 第三個 他的受害 完全被遺忘 他完全被遺忘 在監獄裡面呢 約瑟其實他繼續認真負責任 交朋友啊幫忙啊 最後連獄長都把他直接升成監獄裡面的地下大 因為他做事情實在是太好了 他跟大家關係打得很好 然後他做事情又認真又負責又值得信任 所以約瑟成成為了當時監獄裡面的地下大 有一天呢 埃及的法老王 他懷疑自己身邊的一些官員 幹了一些壞事 他就把兩名超大的官位很大的官員 丟進監獄裡面去等待審判 典獄長看到 我有兩個大官被丟到我這邊來了 典獄長就非常的緊張 他就派約瑟說 你好好去招待他 那約瑟當然很認真 固著罵 他就招呼這兩位 有一天呢 這兩位大官他們同時都做了奇怪的夢 這個夢非常的困擾他們 然後約瑟在招呼他們的時候呢 他們就跟約瑟說 約瑟就回答他們 沒問題我的上帝可以替你們解夢 第一位大官就說 好那麻煩你幫我解我的夢 那個夢告訴約瑟之後呢 約瑟就回答說 我根據你的夢 法老王認為你無罪 三天之內你就會被釋放 等你被釋放出去之後呢 能不能幫助我一下 替我求求其 替我跟法老王說個幾句話 跟我的前任老闆說個幾句話 幫助我好不好 因為畢竟約瑟是不同種族的人 他們丟在監牢裡面 其實以前古代有很多的時候 是沒有判你幾年的 你只要進到監牢 你就是無其獨己 直到有人要出來審判你 那很多的人呢 就在監獄裡面 就老死了 就餓死了 因為你被遺忘了 好 一位大官聽完之後呢 就 嗯好這個夢聽起來不錯 隔壁的那位大官也覺得說 這個夢結得真好啊 這樣無罪釋放是吧 太好了 他就把他的夢也講給約瑟聽 說約瑟你抱解我的夢 約瑟聽完之後呢 就跟他說 哎呀 很抱歉 根據你的夢 法老王認為你有罪 三天之後 你就要被判死刑了 結果三天之後 就真的 這位第二位大官被判了死刑 第一位大官被無罪釋放 但是被無罪釋放的這位官員呢 才過三天 就把約瑟遺忘了 所以約瑟就被完全遺忘 繼續關在監獄裡面 不知道要關多久 約瑟做了對的事 他唯一離開監獄的機會 也這樣錯失掉 這是約瑟第三次受害 那約瑟距離上帝要給他的人生目標 人生命率 看起來越來越遠 越來越遠 當你距離命定越來越遠的時候 你的心情會是什麼 對約瑟而言 我覺得他肯定常常在想 他想說 上帝啊 這夢是你給我的耶 這個夢不是你給我的嗎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我反而因為你給我的這個夢 我說出來落得這樣的下場 我又幫人家解夢 我又誠實正直 我做對的事 我這麼努力 為什麼我只是越來越長 你呢 你也會覺得自己 好像常常距離自己的目標 越來越遠嗎 距離你的命定越來越遠嗎 但是有個問題 可以讓大家想一想 是你怎麼知道 你到底是越來越近 還是越來越遠呢 拒絕成為受害者 當約瑟看起來 其實他的命定 越來越遠的時候 我們會看見他 持續的拒絕成為受害者 他做了三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件事情 約瑟沒有反怨上帝 他沒有抱怨上帝 你在聖經當中 沒有看到任何一句 他罵上帝的話 他責怪上帝的話 他懷疑上帝的話 當你受害的時候 當你遇到活著的時候 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天啊 火滿大 我的老天兒啊 很多人在反應 那我相信約瑟 他也沒有怨天 也沒有遊人 因為怨天遊人的人 是沒有辦法 在當奴人的時候呢 被身上主管 當監獄 在監獄裡面的時候 打混的時候呢 卻還身上老大 因為他的主管都很信任他 我們看見約瑟 他拒絕成為受害者 他沒有埋怨上帝 繼續 第二個 約瑟沒有禁止做對的事 約瑟本來就很誠實 很直白 他被他的老闆娘威脅的時候呢 他寧可誠實 甚至冒著生命危險 你要知道 當時惹到他老闆娘 他老闆有個氣勞 是把他直接殺掉 但他寧願冒著生命危險 說我不要 老闆娘你告我 但我是誠實正直的人 我不做這種事情 不然我對不起上帝 我也對不起我的老闆 要死就死吧 他就是這麼的誠實 他沒有停止做對的事 他不同流何物 進了監獄之後呢 他也沒有知老自己 覺得他好像說 好啊誠實沒有好下場啊 那我這輩子當個打騙子 來復仇 來報復這個世界 也沒有 約瑟當年輕人會說出他自己的夢 被哥哥們討厭被陷害 他也沒有停止說 好啊把夢解出來說出來 結果就被陷害了 我這輩子不要再做夢 我也不解夢 也沒有 他反而聽了兩位的大官 去見他們的夢 約瑟沒有 做對的事 因此有一天 好這個也是AI做出來的 好像哪裡怪怪的 但我說不上 好不管 反正有一天 巴勒王做夢了 巴勒王做惡夢了 惡夢嗎 夢嗎 不管 反正巴勒王 他對自己的這個夢 非常執著 他叫了全國所有的法師 道士們出來 給我把這個夢解出來 但沒有人敢解 在這個時候呢 那個曾經受到約瑟幫助 被約瑟招待的那位大官 才想起來 才跟巴勒王說 啊 巴勒王那個啊 我忘記了 我那時候被抓去關啊 然後呢 有一個年輕人 對 他不是我們埃及人 他是一個歪國人 但是呢 他就幫我解夢 他解超準的耶 巴勒王就說 快把這個人找出來 約瑟被抓出來了 巴勒王把他的夢講給他聽 約瑟就說 巴勒王 我沒有辦法解夢 但我的上帝可以替你解夢 約瑟就告訴巴勒王說 將來會有七年來大豐收 我們的農作物會有好幾倍的收成 但是後面就有好幾年 七年的飢荒 沒有任何的 那個 種的田地 是種的錢 所有的農作物會死光化 而且他講完之後呢 約瑟瞬間就擬定了一個 全國的管理政策 就開始算 算給巴勒王 說 巴勒王跟你講 你要把百分之多少的東西 存在哪些地方 然後呢 到時候啊 等到沒有食物的時候 你可以回公園來去賣啊 然後如果那些人 他們沒有地方 沒有辦法去 去用他們的錢來買東西 你就跟他說 沒關係 那裡你把你的 那個土地 那個叫什麼 房地產 跟我交換我給你食物啊 那一口氣就擬定了一個 很厲害的一個政策 給巴勒王聽 巴勒王跟他所有的官員們 聽完約瑟的節目 加上他的政策之後 完全殺人 他們就覺得說 哇 這個人也太強了吧 所以巴勒王 都當場 認為說 來 我要把你 升成全國的展相 整個國家 就給你 來管了 身邊其他的官員們 也都一致支持 覺得說 這個人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約瑟早上醒來的時候 他還是一位 因為在種族歧視的地方 的奴隸的身份 的被關在監獄裡面的囚犯 到了晚上的時候呢 他成為了全埃及的長相 全埃及的CEO 這一切就是因為約瑟拒絕 成為受害者 他拒絕讓他人生的受害 去阻擋他的命令 最可貴的是 約瑟選擇饒恕 約瑟當期的宰相 幫埃及賺了很多的錢 幫法老王賺了很多的錢 而且其他的國家 都快要餓死了 就只有埃及還有農作物 所以法老王他們的官員們 軍隊們 也都不用擔心說沒有食物 都是約瑟的功勞 但是吉皇開始到 剛開始的時候呢 約瑟的老家 當年陷害他的哥哥們 沒有食物了 所以他們只好來到埃及 去找約瑟 滿了食物 約瑟見到當年陷害他的哥哥們 其實這個時候約瑟有能力 把他們當場全部長了 可以 他絕對可以 他已經埃及長相了 底下絕對是他在叫人 但約瑟沒有 約瑟也可以折磨他們 把他們折磨得很慘 但約瑟也沒有 約瑟選擇原諒 饒恕自己的哥哥們 約瑟與哥哥們和好 接待他們整個家族來到埃及 安全地度過整個饑荒的時間 約瑟對他自己的哥哥們 這樣子說 好 這段聖經我們一起來念一點好不好 預備 來 你們從前想要害我 但是上帝法作為一善 你們還是要實現如今完成的事 就是保險與眾人的神秘 約瑟拒絕成為受害者 甚至身為受害者的那種 委屈啊 仇恨啊 復仇的這種生氣怒氣的感覺 都沒有辦法影響到約瑟 因為他選擇原諒 所以他沒有辦法變成受害者 約瑟活出了他的命定 約瑟相信上帝能夠把惡化為善 約瑟拒絕成為受害者 好 這段話呢 是我 不知道在網路上面還是標開人生裡面的某一句名言 但我忘記他原本怎麼講了 所以我就隨便打一下 經驗並非僅僅是你所遭遇的事件 當事情提到的時候 你如何回應與面罪 才會鍛造出屬於你的寶貴經驗 所以你的經驗是什麼呢 你的經驗是那些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嗎 不是也 你的經驗是當那些事情發生之後 你選擇用什麼樣的情緒 什麼樣的態度去回應它 我們今天看到約瑟遭遇的事件 以及約瑟如何回應如何面對 那我想要替大家做一個祝福的禱告 所以我要邀請經拜團 你們可以回到台上 其實約瑟的故事大部分的人都很熟啦 他就是一個會做夢的人 會寂寞的人 今天的這樣的一個分享之後 大家應該也更加的印象深刻 他是多麼的波折的度過他的一生 但也會更加的印象深刻 他沒有因此就自保自期就放棄了 所以當我們接下來用這首詩歌的時候 我想要大家一邊唱 你也可以一邊去思考說 你現在的人生當中有哪些的情況 是你覺得你卡住了 是你覺得好像是環境造成的 是你沒有辦法的 是別人害的 你是無睹的 你可以去想想看 但你也同時可以去想想看說 即便是這樣 即便你真的是無睹的 即便真的是別人害的 那你可以怎麼樣 來靠上去來面對呢 我們一起用這首詩歌的題材 一起用這首詩歌的題材 好的歌聲歌的愛 製作詩歌是ligt métiro な中國 внут有機靈靈島тив 這首詩歌是這裡與三四れた 能pielt獨離的詩歌時 愛馬力會濡到我們 到我們自己的湯方 祈祷的爱 而我祈祷的一世 真美好 你真美好 我能相逢 告知你明 耶稣 你的荣耀我所有 和我生命 我祝你 永远祝你 我能相逢 告知你明 耶稣 你的荣耀我所有 和我生命 我属你 永远属你 自知之地 愿你生起 你的荣耀 就在这里 从天堂堂立即 神秘书会 我生命 我属你 永远属你 我属你 永远属你 自知之地 愿你生起 你的荣耀 就在这里 从天堂到明晴 神秘书会 我生命 我属你 我属你 永远属你 好的 音乐可以继续 我想要特别为 有两个状况的人来讲吧 第一个状况就是你觉得 现在的生命就是好像遇到了一个 风景 遇到了一个关卡 这个关卡让你觉得很委屈 让你觉得很 无辜 让你觉得很错愕 然后你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你好像每天醒来这件事情 就会挡在你的面前 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 继续往前走 如果这是你的话呢 我想要邀请你把你的手 放在你的心上 我想要为你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这样子的爱我们 谢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美好的命定 美好的路照 天的天父全力帮助我们 全力使用你的爱 全力使用你的一致的能力 来修复我们每一个人 使得环境当中所发生的一切 都没有办法阻止我们继续往前走 都没有办法阻止我们 进入到你为我们预备的命定当中 所以我把我们心中一切的这些 焦虑 担心 恐惧 都交通给你 求你亲自的挪去 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第二个状况的话是 如果你觉得现在你好像还有一个对象 或几个对象是你没有办法饶恕的 是你觉得说他们那样做实在是太过分了 他们不值得被原谅 不值得被饶恕 又或者你觉得说你其实饶恕他们了 但是每次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都好像还是会被 针给这样炸一样 你会觉得心痛 如果这是你的话 我也要求你 你别把手放在信上 我也要为你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 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们舍命 谢谢你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舍命你留出保险 是为我们而留 也是为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而留 主谢谢你因为你这样子的爱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主谢谢你因为你这样子的 愿意为了他们 你牺牲了你的性命 所以是求你帮助我们成为能够看见 如何用你的眼光来看待别人 这样子的基督徒 所以是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看见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饶恕 学习和好 感谢你 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 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奉献来听到我们的朋友 可以讲 可以讲 哦 我没想到你 好 对 那20分钟了 可以 好 那题目 可以帮我写一下吗 我来简单 简单 好 三个题目 你今年正在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好 很简单 好 第二个题目 你接触过的网路跟媒体当中 有哪些曾经帮助你开始正面积极去重新看待自己的处境 哦 有没有哪些网红啊 YouTuber啊 或者是有些激发人心的一些影片或文章 第三个 如果 能与约瑟一样 拒绝成为受害者的话 你觉得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层面 会有开始有改变 会有开始有突破 OK 这是三个题目 到 12点10分 OK 非常好